我告诉你们,我的母亲现在近八十岁了,出出入入,说话声,今年我们的外子也由于他们的这种做法,我母亲一个人又没有办法去种上地,只好慌在那儿,而且党委,还以党的名义,命令所有的这些雇来的这些人,不得帮母亲做任何事情。 所以说他们在守着这些人的时候,不敢帮妈妈做一点事情,哪怕就是看着母亲的车子歪了,也不敢帮她扶一下,但是在背地里的时候,他们还是从内心里不忍,这样一个八十岁的老人,腿还有毛病,在外边干活的时候,还是发自内心的,愿意伸出手来帮一下,但是一旦走到面上,就不敢做了。 那么可见我们现在任何个社会都是逞恶扬善的,而我们这个体制下呢,正好反过来,他是逞善扬恶的,他是抑制别人去做善事,教着别人去做坏事,带条违法,带条让人去做坏事。 那么这个录像的公布呢,我也有思想准备,他们可能用对付告之圣的手段来对付我,但是我不怕。 你无德背信,谁还会怕你,连我都不怕。 现在几乎一多半的人都在说,这个社会如何如何的不公平,如何如何的冷漠,如何如何的不好,但是很少想想,我们为这个社会变得更好,变得更公平,变得更文明。 都做了哪些动作,哪些工作,哪怕仅仅是你一个正义的眼光,分情善恶,对善的一句赞赏,对恶的一句谴责,那么我想这也是为这个社会做工作,那么因此呢,为了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,我想我会和大家一起携起手来共同努力。 现在就开始做。 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正气恢复,为所当为的时候了,顺天应民,理应充满信心,为中华民族早日跨入文明人类,让我们携手一起努力吧。 这就是我们的家,这是大门进来,哦,这是呢,东平。 房,然后呢,这是东北角,这里面呢,都是放了一些树叶啊什么的,这是妈妈从外面树林弄回来的,哦,我们冬天做,这是我们冬天的唯一的这些燃料吧,做饭啊,取暖啊,都要用它。 然后,这就是我们的房子,这是妈妈住的地方,然后这个房子呢,是我和冬城住的地方。 嗯,这个地方呢,有一个,有一个小,小巷,就是小,家里的小拐角的地方呢,他们通常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墙头嘛,像我们家看,我们家家做什么。 这个呢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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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我用力的再加了一些高度,这是西面,西面。 来,这是我们家为了一些鸡,然后前里这个房子呢,就是前里这家的房子了。 判星星,判月亮,终于判着我丈夫出一个,四年多来,我就是说,一直有一种信念,也没有给对方就是说,打压掉。 嗯,因为我,不管怎么说,还有一个期限,判着账户出来,但是呢,出来以后呢,情况却令我非常失望。 嗯,就是我们家的情况呢,嗯,比,这几年的情况,就05年以来,没有任何的改善,况且呢,还在,就是有一些恶劣。 以前的时候,开始呢,05年的时候呢,我还,就是说,我们被限制在家,不准出去的时候呢,他们还会帮我们买菜呀。 嗯,后来呢,就不给我们买,我坐着他们的车可以去买菜,再后来呢,我骑车,他们七八个人跟着我,我可以去买菜。 但是到现在呢,他们就是说,既不给我买菜,也不让我们出买,就我,任何的生活用品,嗯,我们都没有办法弄到。 嗯,嗯,现在就是说,嗯,我丈夫,就是我最担心的就是光成的这个身体,因为他在监狱的时候呢,就是腹血已经很长时间了。 嗯,我一直想着呢,能出买以后,抓紧时间给他检查。 但是呢,嗯,从9号进加密的那一天起呢,就不准我和光成出没了。 当然就没有办法做一些身体的检查。 现在就是说,他这个腹泻呢,还是,嗯,非常的严重吧。 嗯,就,从回家到现在,已经有多次便血。 嗯,每次呢,就看到他那个疼痛啊,我心里都非常的救心。 嗯,有的时候呢,我想试图出门的时候呢,嗯,这个呢,他们都是强力阻拦。 况且呢,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态度也是非常恶劣的。 他现在呢,主要就是说,想给我们就是,嗯,找事。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手续,这几年当然他们都没有手续的,在这地方呢,就是,嗯,限制我的这个人身自由。 嗯,现在呢,他主要是,因为以前就是说,把我丈夫抓紧去, 还是因为我丈夫就是说,揭露了计划生育的问题嘛。 找了一个借口,把我丈夫关起来,关了四年多。 嗯,那我作为妻子呢,她就实行这个,逐连,嗯,几年限制我的自由。 只有到了这个,零九年的这个三月份。 哦,一零,一零年的三月份,三月三号我才有自由。 但是呢,九月一号为止,我就又一次失去了自由。 嗯,挺。 嗯,我们现在的生活呢,就是,因为我们俩都被困在家里嘛。 嗯,就是说,吃的东西啊,什么的。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,比较恶劣,他们明知道光成腹泻。 现在呢,就是说,把我们困在家里,不让去检查身体。 嗯,再一个呢,就是说,吃的东西不让我们出去买。 这个呢,就是他们完全,不仅仅是违法了,就一点良心都没有了。 就,就,说实在,就有点置于我们于死地了。 现在呢,就主要是靠妈妈出去,就是在村子里面嘛。 我们自己有种的这个蔬菜啊,什么的,妈妈出去弄一些,回来。 因为任何的这个,邻居啊,什么的,都不能给我们帮忙。 哎,一开始的时候呢,有一些邻居给我们帮一些忙。 就是说,买菜的时候啊,让他们给烧回来一点。 但是呢,就是我们邻居有一次给我们就,烧进来以后呢,就被他们看到了嘛。 看到了以后就叫到那个办公室里去,说你现在已经达到18岁的年龄了。 你这样的话就是同案犯,他判几年,你就可以判几年。 因为他现在呢,就是说我,他以前的时候给光成加了两个罪名。 现在呢,他们说我们是汉奸,卖国贼,反革命,已经上升为敌我矛盾了。 他们也说呢,已经开过会了,我说如果再不听他们的话呢,就会比05年,06年更厉害。 这是11月30号的时候呢,就是双厚镇政府的张生和骂我的。 因为我当天呢,就我想试图出去嘛。 再一个就是说,这些人呢,现在呢,就随随便便的想进我们家就进我们家。 他随意在找事情嘛,就有一点就是攻击性的一些语言。 就说,啊,你敢骂人呀,怎么,这样来挑衅性的一些语言。 然后呢,我说你现在就是流氓。 他现在就,好,他就,然后骂你,原来已经你女流氓,你就是纯粹的就是女流氓。 我说,我怎么流氓啊? 他说,你骂人就流氓,我说我怎么骂人了? 他说,你骂我流氓,你才流氓呢? 他说,你骂我一句,我就骂你十句八句。 说,我骂你,然后我让我儿子来骂你,让你孙子,让我孙子来骂你。 他们现在就是用这样的,这就是,这还是双厚镇政府的工作人员。 用这样的人,用这样无耻来挑衅我们。 因为人总是有一个忍耐度的,他这样骂我。 然后呢,他就是说,你骂我一句,我骂你八句。 他用,因为他的意思,他说,你还有女儿。 他用一个男的优势来,就是说,骂人的优势来对付我。 我觉得他真是无耻到了一定的程度。 有的时候我就,我还真是有气的,就是说,人都要炸了的那种感觉。 现在呢,就是说,这个,这个,任何邻居都不给我们烧东西。 他们,就是说,烧东西以后,他们要说,啊,他是反革命。 你可以烧东西,那你就说同外饭。 就,就,就,就怎么样。 所以现在呢,就是邻居啊,还有这个,包括我们的亲人, 像哥哥们啊,都被恐吓。 任何人都不能进我们家。 像这关城市,就上面还有四个哥哥。 没有一个人能进我们家呢,现在。 所以说,我们所有的吃的东西,就是靠妈妈。 76岁的妈妈吧,一个人出去来打理。 实际上,我刚才还出去拍了一下我们家的基本情况。 包括一些这个,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树叶啊。 这都是妈妈呢,就是入冬一来,每天呢,都是推着那个袋子啊。 就是说,推着袋子去,去,去野外。 去搂一些这个树叶子。 因为这个呢,是作为我们,就是入冬,就是过冬啊。 唯一的这个燃料,我们做饭要用它,取暖要用它。 因为我们也不能出去买煤炭嘛。 嗯,再来就像那个,看,拍了家的一个基本情况。 一个是东北角,我们家,就是只有东北角, 还有西边一个小,小象一样的东西,这个,这个墙头嘛。 嗯,还有一个东南角,这是我拍下的一些东西。 就是说,外面的,就这些是录在外面。 他们,那就是说,嗯,像那个墙头啊, 他们就每天都要有人趴在我们墙头上, 几次来看我们。 虽然他们周围都有人看着我们。 还有一些摄像头,但是他还是不放心, 一定要看到我们在家做什么。 所以说呢,每天都要有人在墙头上, 趴在墙头上看。 我用玉米街虽然剁了很高, 但是他们还是用那个梯子, 来站到那个墙头上去, 来向我们家张王。 东南角那个地方呢, 呃,呃, 因为我刚才拍的时候是没有人, 有人的时候我是不敢拍的。 因为他们有恋, 现在就是说,呃, 只要看到我们拿东西拍, 他们就要,就是说, 就要抢我们的这个摄像头。